哈囉 歡迎來到新的VLOG 非常Random的開場 我們現在要下去接學姐 那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說 遊牧民族 你是我本支影片的Opening 真榮幸 我剛剛跟大家說了 我要下去接你 沒錯 就是我們決定要同居了 沒有啦 開玩笑 好 你等一下上去自己跟大家說 你為什麼會淪為這個狀況好了 我今天這麼狼狽 要再拍我嗎 你掃那邊沒有狼狽的人會拿Rimova的心理箱好不好 好 來 你為什麼在這 我要借助養養家 因為現在沒無家可貴 他就接下來要去澳洲出差 然後出差完要回台灣 然後結果好幾個月 移入到明年年初這樣 所以在這段居不定所的時間呢 他就是住在各個紐約的朋友家 最近這段時間 大家也是飛來飛去 所以哪個空屋有空就給他來住 好的 沒錯 今天就是睽違已久 我要休假出國玩的日子 有從標題大家已經可以看到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韓國找馬克會合 他現在已經人在那邊爽了 他要總共去三週 第一週就是要去紀州島 第二週就是我家如剛在首爾 第三週他就是要留在首爾 跟所有的韓國男生大約會 所以他會在韓國出場兩週 所以我只會去幾天 然後一如往常的現在距離 我要去機場大概還剩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的心理箱還是全部攤在地上 完全沒有收完的狀況哦 今天就跟我一起搭飛機出國玩吧 哈囉 終於收完心理要走了 學姐要幫我顧家 顧兩週 我會幫你好好顧家的 那你幫我給鏡頭一個Kiss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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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告別學姐現在在去機場的車上了 大家點進來這個影片會覺得很突然 為什麼我之前什麼都沒有講 然後就這樣 不肯一聲的直接跑去韓國 其實這個行程的來龍去脈呢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一開始從頭到尾就是馬克的主意 他一開始就說他要去韓國玩三週 大家不要看他長這樣 就是一副就是從韓國生出來的樣子 但他其實這輩子還沒有去過韓國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跟他說韓國很無聊 沒什麼好去的 但他還是覺得說 他那麼喜歡那邊的食物跟那邊的文化 他覺得他需要去親眼見證一次 然後我們先不管 為什麼他身為一個律師 可以大放三週的假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撇除這件事之外呢 他就問我說 欸 你還不知道也來 我就想一想 就說好像也沒有不行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休假是5月的EDC 我已經5個月沒有放假了 所以我就決定加入他其中的一個禮拜 但是呢 中間差出一個陳曉金就是老闆 因為我本來的行程是第一個禮拜要去韓國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禮拜要從韓國飛夏威夷 跟老闆一起玩一個禮拜再飛回紐約上班 然後老闆這時候就差出來說 欸 但是我改了機票 我想要再去夏威夷前幾天先去日本 我本身就如果你是一個老粉的話 你就知道我是一個非常見色網友的人 所以當我的色提出這樣子的行程更改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不管有 去加入 所以我就跟馬克說 欸 如果我只去韓國三天 然後第四天我就飛日本的話 你會殺我嗎 他說不會啊 隨便你啊 現在就是變成我只會去韓國三天 然後就會去放我的戀愛架了 如果你是一個航空迷的話 就是如果你喜歡看我的影片 很喜歡看我的飛行影片的話 這個影片你應該會覺得有點興趣 因為這次我們搭的是大韓航空 從紐約直飛收我的飛機 然後我沒有搭過大韓航空 因為它也是Skyteam的天鵝聯盟 跟華航是同一個聯盟 最大大韓我也是可以用我換的那個Status 所以我最後就勸著大韓 然後還有一件很巧的事情 就是我最近跟一個主管比較密切的工作 然後他是一個韓國人 我們發現呢 我們在同一天Request我們的休假 然後他會休比較久 他就是要回韓國 今天下班前我就問他說 你是今天晚上的飛機要去韓國嗎 他說對啊 然後我就說 我們好像同一班飛機 然後他就叫出他的那個定位 發現我們真的同一班飛機 然後想說也太巧了吧 然後他說那等下要不要一起去貴賓室喝一杯 以上洛洛登的屁話 希望有解答到大家現在饅頭的問號 那我們等一下機場見囉 Oh my God 現在第一起飛還有三個多小時 排隊隊伍有夠多人 好 好 為什麼這麼輕人 我真的要去買 好 好 好 資金很不錯 對 OK 我已經放了兩次去韓國 然後門桌號 門桌號 OK 太棒了 謝謝 雖然對伍很長 但是感謝華航的翡翠卡 讓我30秒就完成我的Check-in 我們現在要進去門桌 心裡秤重的說 他秤到第二格 他就說 為什麼你這麼負責 因為我要去那邊買很多東西啊 他說 喔呀 現在匯率超好的 我要去日韓耶 我當然是要帶一個大空行李箱去大買特買啊 過完安檢了 今天機場真的是無敵世紀霹靂多人耶 抱歉 不會今天 下一次 我現在去找大蘭航空的貴賓室了 叫做 Prestige Lounge 我印象中呢 就是大蘭航空的貴賓室都非常爛 然後他的食物都非常不怎麼樣 今天來看一下紐約的怎麼樣 如果真的食物還是很爛的話 我們再出來找個去吃 到了 Let's go Thank you 看吧 是不是很普通 我們來看一下食物 有多underwhelming 我跟你們說 他們不是疫情後才變這樣子 他們疫情前就是這樣子的 OK 這邊比比較好一點 這邊至少有熱食 LX的那個量真的爛到不行 雖然很大氣排 但都只有冷的東西 另外一邊 有些飲料 辛拉麵的一些 泡麵還有啤酒 非常地人質普通 離開貴賓室 我們現在要去登機門了 但我們的飛機剛剛廣播說有點delay 但是我還是覺得坐很久 想要下來走一走 我剛剛真的有跟我主管在裡面喝酒 我覺得好有趣 而且他一開始坐下來就是拿一杯很像茶的東西 我說欸 你沒有要喝喔 他就說 這是RUN 哈哈 他喝了一大杯的RUN Thank you Let's go 繼續感謝華航的飛翠卡 真的好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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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呢 今天搭的是大安工的機器器 312套 他們的經濟艙也是333 就是跟日豪 還有超人的部分機器器 一樣是業界良心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備品 經濟艙的備品呢 這個是拖鞋和保譚 每個位置都有個枕頭 比具的話 我身高181坐起來 只能有這樣子的距離 這還可以了 它是Sky Shop 黏稅品 它是超厚一本的 螢幕就是Extended 他們的安全影片是XO Lion 就是Bower 反正就是SM的人來演的 還有 現在被接到Kadar 她在市場的旅廟 做了有一個結局裡的名言 我喜歡去醬汽譜 對這ículo是日本製造的 我喜歡去醬汽譜 我們就知道 我喜歡市場旅遊 現在已經選擇了 我特別的飛兵阿姨呢 我也飛兵因為兒子要結婚了 這個車真的那麼常常到美的在閃爛 我們要吃早餐嗎 今天經過電視的車 1275年6月1日 國交電視機 不喜歡的駕駛 已經到了 好快大汗、空氣、黑跟降落 都不會把機場的燈關掉 所以我剛剛完全拍不到畫面 這邊是紐約的凌晨起飛 然後漢國的要算五點到 所以什麼到底都是黑點 所以現在外面也是 現在還沒亮無錫嗎 那一天 但是因為我們到了 我現在在收穫的出來嗎 完全看不出來 我現在到了傳說中的人川機場了 然後這是新蓋好的第二航廈 其實也好幾年了 但是就是大家都很久沒有旅遊了 所以蓋好之後我一直沒有機會 但是現在真的是 天堂沒亮無錫嗎 黑點看出什麼 所以然來 現在的計畫呢 就是住宿的入境 拿完行李之後 跳上計程車 直接下去飯店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就很重要的行程了 講一下對大海航空的感想好了 我覺得其實很不錯啊 就是中規中矩 而且他們的空服員 服務態度超好 他中間就是送了超多次水啊 飲料什麼什麼 就是因為我隔壁不是那個菲律賓奶奶嗎 然後他講話就是可能有點不清楚 可是不管怎麼樣 他們那些空服員都是笑嘻嘻的 都很熱心要幫客人解決問題 娛樂系統沒有很好用 但就是一個不錯的航空公司啊 我覺得OK 好 那我們帶回見 好入境了 剛剛超快 大概30秒 就馬上完全進來了 我覺得仁川機場真的很漂亮 他們真的很厲害 在那種冷冰冰的材質下啊 就會用這種木紋做一些點綴 我一直覺得很像那種什麼 就是月子中心 或是很高級的那種醫療診所 那個快 然後燈光設計權的色溫也是很舒服 滿OK的 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很值得搭校房的機場 目前我的整個入境 這個體驗都是很好的 那我們就去拿行李吧 各位 我跟你們說真的太荒唐了 我剛來到計程車的地方 因為他們計程車是分區搭乘的 所以我就要走到這個 往索爾方向的地方搭車 然後我的司機就要來 在我之前呢 他就很急著要來 一開門 旁邊有一台計程車直接衝過去 然後 他的門就跟那台車對撞 所以 我一來 剛下飛機沒20分鐘 我就募集一個交通事故 然後我們現在在 互留他們的聯絡方式 看要怎麼解決 怎麼賠償吧 Anyway It's a fun morning 我就問有誰可以這麼幸運 一來就遇到這種交通事故 各位觀眾 我們到飯店了 現在是早上的7點48分 剛剛拿到我的房卡 我們現在馬上都去突襲 大家最後的律師的睡姿吧 畢竟他是我的流量密碼 沒有看到我的頻道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經營下去 Good morning 起床囉 Good morning 起床囉 Hello 給大家看一下你的睡姿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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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從 永遠飛來煩你們了 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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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睡飽嗎 沒有 你們再累會有我累嗎 快點 快點 太陽要摔屁股了 起床了 有沒有覺得很煩 早上不要咬我來 不用啦 嗯 不用啦 你看大家眼所找 不要 快點 不用 早上 早上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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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